哈囉 大家好 我是觀眾朋友們 今天晚上我們這個一拳超人最強之男喔 那 今天的話是我們5月12號的時候 今天有一個非常非常好的消息跟大家宣布一下喔 也就是我們的5月13號 居然好不好 要來復刻我們的 波羅斯啦 好不好 之前的話 哲平剛玩這款遊戲的時候 波羅斯只剩兩天啦 所以我沒有時間就是把它刻出來喔 那這一次的話 波羅斯回歸的話 應該就會來考慮來抽一下 那 聽說波羅斯的話 我好像還滿多人都有推薦的 而且波羅斯他基本上是一隻那個... 怪人的角色喔 所以如果我們有波羅斯的話 應該就可以再把我們的怪人隊伍再練到 就是 更好的一個位階喔 我一直以為下一隻現實招募 可能就是我們的殭屍男或是邦古的 結果沒想到 居然中間先插一個波羅斯 那他是先想要消耗我們那個黑卷嗎 我覺得也是有可能 不過 大家如果已經有抽到波羅斯的話 其實這次的活動對大家來說 是一個比較好的一個消息喔 為什麼呢 因為基本上我們這邊 超市的這個日常區的黑卷啦 你可以再買36張 然後 時候的話應該也會有禮包吧 所以 其實是還滿賺的 因為你如果有波羅斯的話 你這次的話就可以先來存一下我們黑卷 然後你黑卷的話就可以留到 之後的我們的邦古啊 或是留給我們殭屍男或閃光 或是二郎之類的 就還不錯喔 所以目前來說的話 明天的話 5月13號的話 應該就有波羅斯出來了 所以哲平應該也會來慢慢抽一下 那 如果大家有玩過我們波羅斯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 就是波羅斯這隻角色到底好不好用喔 因為我自己基本上是沒有看過 也沒有就是用過啦 我只有看過就是那個 我們的活動關卡喔 出現他而已 可是我也不知道就是他到底 沒有攻擊力的啦 所以還算是不錯 阿其他都是有加攻擊力的 所以全部加給我們的這個 甜美甲面 那 野性套裝的那個能力的話 是對主目標傷害的30% 會建設給其他同列的敵人喔 那同時主廟標也會受到 額外同等的傷害 所以就代表你打上去的話 他就是飛劍的那個傷害的話 會再算在我們那個就是 呃 單鐵那個 就是我們主目標的身上 所以我們打主之王的話 我們就可以就是 打出更高的傷害這樣子喔 目前來說我們661.1萬 我們先看一下 不然我們 把裝備升滿看一下 要花多少錢好了 因為其實我最近的話 都沒有再升我的裝備啦 所以我覺得先升一下 我們現在目前錢很多嘛對不對 嘖 哇 欸 金幣一下銳減欸 來來來來 84等 因為哲平目前84等了 喔 這需要 升到84等需要100多萬喔 哇塞 我的天 沒關係我們先來升一下我們假面 我覺得我最近根本就是 瘋狂在玩假面 你知道嗎 因為 我想要看一下假面打 我們主之戰到底能夠打出什麼樣的成績 這樣子喔 哈哈哈 你看 我基本上都沒有這升我們裝備 所以我這個EXP的這個 經驗值券就超級無敵多了有沒有 好啦 首次先把我們一隻角色的那個 先把我們一隻角色的那個裝備先升滿喔 這樣是 霸了四等 霸了四等應該還滿厲害的我覺得 這樣應該OK喔我覺得喔 好 那我們就再去打一下我們組織 再來看一下他的那個威力到底有沒有有所提升啦 那 有些人就跟我講說 哲平你不要練索林克索林克很爛 那 目前來說因為我也沒有什麼角色可以練啦 所以我們就先那個 其實我有很多角色可以練 哈哈哈 我只是想要先練幾隻怪人的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我們要打那個什麼 我們要打那個 呃 英雄X怪人嘛 所以我們那個怪人的戰力要在 努力的往上提升喔 所以我才會一直在練 好 那我們就再來打一次我們組織 就來看一下這次能夠打多少 目前來說上一次基本上最高好像是1200多萬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現在能夠打多少 野心套裝加上去 再加上我們已經把他升滿的話 應該會不錯多喔 感覺應該是不錯的喔 好 那前面的話我的那個 無罩騎士已經有就是把他換成就是我們人類的西裝套裝了 所以他這邊的話加速我們這個就是 平面假面的話基本上還是會給我們能量 那這個的話是金納斯博士的效果的話 是只有這回合 就是這一次的話會增加而已喔 所以像我們剛 待會的話我們要開那個就是我們那個誰啊 開索尼克的時候索尼克就不會再就是給我們能量了 所以基本上就是單回合一次而已這樣感覺 我們剛剛甜美假面打太少了 居然只有打三下欸 我的天 這邊有點難過喔 好 沒問題 那 繼續用無罩騎士用甜心假面 然後再揍一下 希望這次可以揍多一點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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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你 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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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沒有 但是都有打到那個額外傷害啊 那個額外傷害的話基本上就是我們的那個 欸 野性套裝的一個效果 還算是不錯 好 然後獸王就是瘋狂追擊 最近我有一直在練獸王了啦 因為獸王這邊的話真的打主之戰我覺得還算是不錯 目前來說是希望可以把我們主之戰就是 打到下一個階段喔 大家的主之戰現在就打到哪裡了 還是其實格流鋼曲譜就是最後一隻 大家有沒有就是打到格流鋼曲譜後面的 待會去看一下格流鋼曲譜後面還沒有角色喔 搞不好其實格流鋼曲譜就是最後一隻了 那我們現在的話我們組織是都還打不死他啦 所以這邊蠻可惜的 所以我是還蠻想要加入一些高戰力的那個組織喔 這樣我們就可以拿到更好的一些獎勵這樣子 來這邊的話 好 我們這邊西裝套裝沒問題 所以先鋒刃甲 喔錯啊 錯一下之後呢 我們的那個就有能量了 然後再連打 拜託來打個5下吧 1 2 3 4 5 有 5下 不錯 他最高是不是就是打5下 感覺是打5下喔 應該不錯 好 然後再打一下 然後獸王追擊 獸王真的是很誇張欸 哪有這麼誇張的角色啦 很猛欸 好 沒問題 這邊的話不攻 他好像用那個念動流石坡的話 我們就會被鎖那個能量喔 所以這邊的話就會少一個能量 所以要帶上西裝套裝會比較好一點點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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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邊好像4下喔 喔 這個獸王狂追擊啊 狂追猛追 沒有問題 然後補弓掉我們的這隻 然後鋒刃甲 剉 然後獸王 追擊 再加上我們的 除二之拳 目前來說我覺得我整套隊伍裡面最高戰力大概就是我們的甜美甲麵了 因為他那個專武有兩個嘛 所以升到四星 然後再加上我們把他的裝備都升滿了 所以應該還算是不錯喔 來看一下這樣打多少 1400多萬 有到1400多萬 1486萬了喔 之前都是1200多萬 所以增加了200多萬的戰力欸 我覺得還算是蠻不錯的喔 不過前面這件大概怎麼打的啊 2421萬 真的好猛喔 可以看他們隊伍嗎 好像也看不到他們用什麼隊伍欸 對啊 蠻可惜 還是用是對 看一下喔 獸王 然後他的甜美甲麵是八叔的 那五星五星 然後 他放 他應該是用這隊打 所以他跟我是差不多 欸 他就單純用獸王跟這個就可以打這麼高的傷害了喔 這麼厲害喔 所以獸王這個要練一下欸 欸 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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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還有加上那個 索尼克的那個隊伍 可是我們這邊獸王沒練的話好像就蠻尷尬的 好 沒關係 我們最近的話應該先衝一下獸王 因為大家也蠻推薦我們練獸王的 所以就衝一下吧 哇 他那樣就可以打到2000多萬喔 好猛喔 我也好想要打到2000多萬喔 好 那我們剩下的時間的話 就來打一下我們的排位匹配賽啦 排位匹配感覺 就是到了我們的1900杯之後 就是開啟那個選BAN角模式之後 大家可能就有點不太習慣 我們幫神最近好像也沒有什麼在打喔 幫神這邊的話 居然是排到了第12名 然後我現在是在第10名喔 我們現在先打一下 這個選BAN角的話真的蠻麻煩 而且這一次 哇 你居然限 限免童帝 但我要玩什麼東西 沒有童帝我要玩什麼 哇 哇哇哇哇哇哇 童帝被禁止了 他怎麼不是禁深海王 禁什麼童帝啦 欸 哇塞 哇天啊 欸不是啊 不是不是不是 沒事沒事 看錯了 那個是童帝 限免 禁用的是在下面 嚇死我 我想說奇怪 我明明最近也有在用童帝啊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我看錯了 好險喔 好險喔 我想說你BAN我童帝 我要怎麼玩對不對 好 這邊的話我們先把那個 這感覺就是來騙人的喔 所以我要BAN這個無造騎士 他感覺就是想要用無造騎士的 你知道嗎 這個 我瞭解你好不好 然後我通常都會這樣選 因為這次被禁用的角色是那個啦 被禁用角色是金屬騎士 所以這邊少一隻那個範圍速度角色 所以我會帶上那個 我們的那個超能力的這個疫苗人喔 能夠打一個牌這樣子 然後這邊阿秋獨島先掰 然後這樣子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OK 他沒有King 那也沒有深海王 我們應該是沒有問題 然後他選的童帝搞不好也是那個 限免的時候才讓他拿到了 所以我們應該是還蠻 OK的喔 限制他能量應該就沒問題了 不過他的主劍很多欸 他主劍真的很多 好 我們這邊可以先暈他 不 先那個鎖他能量 鎖爆你 好 鎖了 然後就希望他不要暴擊了 拜託 好 沒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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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準備投降了嗎 看他 感覺 欸 沒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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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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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已經 已經晚了一點點了 這個沒有關係 然後 他下一隻攻擊的是那個 他索尼克也還沒攻擊對不對 那我們先那個 先躲索尼克好了 暈索尼克 然後他的那個 那個背心大師開大撞過來 有可能不會觸發暴擊 好 那我沒說 他觸發了 呵呵呵呵 他觸發啦 觸發暴擊就慘了 然後他應該要開大了 都暴擊 有都有暴擊 然後我們這邊先來炸一下 我們這個是有 加主箭的 所以我們這個炸應該蠻痛有沒有 直接一個痛歪歪 然後再打 然後因為他這次的話沒有角色可以 給他打受傷啦 所以這次我們不會追擊喔 好 現在要來了 獅子流全 沒有問題 咦 然後我們這邊就可以開始打死啦 這場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其實我很蠻喜歡打就是 現在比我低杯的人 因為現在比我低杯的人的話 他們就是 可能不太理解就是什麼是選Ban角 然後他們可能就會 做到一些就是錯誤的一些選擇 所以就 就會比較好打一點點啦 欸 等等等等等等 我們搞不好會輸欸 欸不是 為什麼我們沒有 為什麼我們沒有 我沒有能量 Why 哇 好喔 完了 欸我覺得我們搞不好會輸欸 嘿嘿 欸 我們搞不好會輸欸 不是我在講喔 他這邊如果暈眩在開那個 開龍捲的大我們就要輸了欸 哇塞 不要鬧啊 搞什麼 哇 我剛剛 我剛剛講什麼我又輸了欸 啊 算了 我的天啊 居然 我去啦 哎唷輸了輸了輸了 哎唷 好煩喔 怎麼可以這樣子 好啦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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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我們今天主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 我們明天我們的5月13號 會有我們的波羅斯的活動喔 然後大家可以來抽一下 那 所以來說就是如果你已經抽過的話 那其實在我們的那個 超商這邊的那個日常區跟禮包區的話 應該就會有很多這個黑卷可以買 那黑卷的話是可以存著的 所以大家的話就可以先來存著 然後等一下我們下一次的那個一些 限時招募券的活動啦 然後如果你也沒有很喜歡波羅斯的話 你也可以就是考慮不要抽 那我是基本上 英雄跟怪人系列 如果我真的很喜歡的話 我都應該都會把它抽起來這樣 限時招募角色我應該基本上都會抽啦 就是抽出來做個那個紀念喔 因為 你想要有抽到角色 你就可以用其他的東西來就是 要碎片啊 或是去打我們那個就是 呃那個什麼 打我們的那個就是 這邊的那個極限特訓啊 然後去拿他們的碎片喔 其實就可以慢慢的累積一些碎片 到把角色變得更厲害啦 所以 先把角色取得 我覺得是一個比較重要的一個環節囉 好 那大家要會不會抽我們的波羅斯呢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囉 影片到時間鐘的時候 點個晚上 中間沒有晚上 7月晚上見 點燈的影片要大家看一下啦 那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